hello大家好我是壮森 咱们之前一起评测过OPPO的ColorOS 7系统 有非常多好用好玩的功能 尤其是闪回键的加入 确实让手机在生活中便捷的不少 这次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最新的ColorOS 11有哪些新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看ColorOS 11新加入的几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是我特别喜欢的 可以大家提高操作效率 闪达窗口 闪达可以让任何APP处于全屏小窗迷你窗的模式 小窗模式还可以进行操作 普通窗口模式可以顺畅切换 这样你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回消息了 还有写文章的时候 可以用小窗模式看一些重要的数据 更用另一个记录软件写下你的文字 刚上手会有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 但是很简单 大概需要5秒就能学会 但是我只需要3秒 闪回键也有了新的升级 支持多重社会 应用场景更为丰富了 我可以同时打车等待游戏 并和别人用微信进行聊天 等车的时候 其实重要信息就是司机有多少分钟到达 等待进入游戏 无疑就是需要知道多少秒复活 以及多少秒进入游戏 这些信息直观的呈现出来 也就没有了再去后台切换应用的麻烦以及焦虑感 虽然闪回键可以提供给你这么多信息 但是女朋友和游戏哪个更重要 你们应该知道的吧 你们没有女朋友 Breno在Colorize11中更智能了 不但能识别文本和图片 还能识别短视频 背景音乐 商品移会券 讨口令 同款比价 美食影视等信息 Breno通过智能分析 可以帮助你节约时间以及金钱 可以让你买到全网最优惠的产品 屏幕共享功能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父母或者老人在家里不太会用手机 但是你没在家呀 急需你帮助他们去设置手机 或者找到某个程序联系人 这时你只能通过电话 跟他们凭空想象指导操作 有了这个屏幕共享功能 你可以直接操作对方的手机 并且可以语音对话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就再也不用抽了 以上这几个功能 你们最喜欢哪个 欢迎在弹幕中打出来 可以看出开发者 是真的在为用户的实际使用而着想 我们再来看看ColorOS 11的设计方面 左边这部手机是Find X2 Pro 运行的是最新的ColorOS 11系统 右边的是Find X2 运行的是ColorOS 7.1系统 我们先从设计说起 乍一看两者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当你点开设置之后 难道只有个性化定制的图标不一样 我们再点开个性化定制 这次的ColorOS 11整合了系统自定义的能力 对用户开放了系统UI 以及UX设置的权利 UX 从以前的自定义图标风格 桌面布局又拓展出了指纹样式 颜色 字体 通知图标 全景光效 创作铃声 视频铃声 图标粗细 吸屏要设立的无线吸屏的模式挺好玩的 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自己去创作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吸屏 系统的主题色可以调节了 我比较喜欢其中的墨蓝底色 选举之后更改 系统的主体颜色都变成了墨蓝底色 ColorOS 11还提供了铃声自定义的功能 可以对铃声库的音乐进行编曲 不同的快办节奏 以及不同的乐器 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 新推出的灵感壁纸也比较有意思 选一张或者去拍一张照片 系统会自动从照片中提取主要颜色 然后生成壁纸 还有多级的暗色模式 在暗色模式里你可以去调节对比度 选择你最喜欢最舒服的对比度 总的来说 这次ColorOS 11的更新 更要是在ColorOS 7的基础上拓展和升级的 虽然不是改头换面 但是新功能可以让我们在手机上的操作更便捷 可个性化定制的东西更多 一个好的系统难道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你可以随意去设置变成你自己喜欢的 和有你自己独特个性展现的东西 虽然有个性 但是系统仍然好用职能 真正的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和设定 可以大大的帮助你提高生活中的效率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壮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